今夜 桃花屋的最后一场派对 缓缓拉开了帷幕 今晚呢 我们邀请了 苹果当地的一些优秀的民俗团体来表演 文艺下乡 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桃花屋的屋民呢 也一起出了一些节目 希望可以用我们的方式 以文化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开始 桃花屋里真是好 男男女女不劳少 要问关系怎么样 劳巢 没人陪我玩游戏 代表作业不好记 那咱来这儿干什么 炒CP 蜘蛊毛衣 蜘蛊毛衣 保护树 一百多人划条路 他们这是什么 这是干什么 行为艺术 哎 你在啥去啊 你们这个艺术投票啊 你们这个艺术投票啊 哈哈哈哈 穿一个 三 西美 克克克克克 西美克克克克克 西美克克克克克 西美克克克克克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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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市冥想搞烘焙 划船交游啦啦队 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开会 这个什么感觉 我像你说大姐 所以我是屋长 不得是我的 不能吵混乱 你带走过什么 什么样的对象 哈哈哈哈 好像大家都有瓜 即使我们是一家 最后还得说点啥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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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 谢谢大家 在桃花雾生活的点点滴滴 伴随着他们的表演 一幕幕仿佛又展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打趣地向大家诉说着一段段的故事 我们飞一夜 飞一夜 飞一夜 轻易拂过山岗 把梦花草下 勇敢飞一夜 飞一夜 等到夏天来了 再回到老地方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 短短的21天 打破孤独 见证有意地生根发芽 虽然他们的故事已经告一段落 但在远离市区50公里外的桃花雾 故事仍会继续 请不吝点赞订阅